大家好,我是蔡師傅 今天呢,我們要來介紹一下移動式冷氣 但是這之前呢,我們要來先介紹一下 門縫 門縫貼 這個呢,刷毛 然後這是貼的地方 然後我們只要把門縫啊 空隙的間隔啊 這樣把它貼上來 這樣子貼上來 這樣子就可以減少冷氣的外露 這很重要 不要讓熱能 易散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入主題啦 這台移動式冷氣呢 它是真的冷氣 它不是水冷扇 所以它是必須要排風口 然後還有排水口 然後這台冷氣呢 它雖然不是變平的 但是呢 你需要使用的時候才使用 我會建議你還是裝原本的那種 分離式的冷氣 或是變平式的冷氣 就固定式的 會比較好 然後我來分析一下 這台冷氣呢 它有一些 不太好的地方啦 第一個,就是那個排風管 排風管啊 它一般啊 非常的熱 那個熱能會易散 所以呢 我先把它用布這樣把它包起來 它的管子就是長這樣 非常的薄 非常的薄 非常的容易 那個讓熱能易散 然後還有 它的排水口啊 很短 這個品牌啦 我是讓它往這邊流 因為我這邊不方便 有床 好,那接下來是 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其實它還滿涼的 送風 冷氣 有沒有,有冷氣的那個 馬達運作的聲音 壓縮機運送的聲音 然後確實是 馬上就會涼了 還不錯 如果在應急或是露營的時候 還滿推的 可是它也有一點重量 然後 我因為 為了讓 排風管啊 減少 它的距離 所以我就把它架高 盡量讓 冷氣 跟 窗戶的距離 近一點 然後你們可以再看一下 這排風管啊 它是這樣子接住 然後它是 用隔板隔住的 還有它的 風力啊 還有 冷卻的程度 都沒有為電腦控制 所以它就是不斷的放送這個 冷氣 那它就沒有辦法 完全的 控制 那個室溫的溫度 所以 你在 買的時候 或是 你 真的需要 稍微 考慮一下 好,那今天就這樣 謝謝大家